中日一早 副總統賴清德就南下台中 出席施政說明會 和新住民姐妹面對面互動的同時 也替同台的林靜怡拉票 強調林靜怡當學後 一定會繼續照顧新住民的生活所需 要大家多多支持 但話風一轉 卻把話題帶到財產上 產房與房產賴清德亦有所指 因為對手顏寬恆近來被爆出 在台中七旗和龍井名下有好幾棟 價值超過上億的豪宅 甚至還有豪華招待所 對此顏寬恆回應一切都公開透明 最新的財報已經提交到監察院嗎 這個都經得起考驗公開透明 可以查詢 那會不會做文章 這我就不敢保證 因為常常被做文章 隨著旋戰白日化 雙方陣營的攻防也會更加激烈 好 剛才我們看到副總賴清德 在中台灣的新住民姐妹會當中 立挺林靜怡 他說林靜怡的專長在產房 不在房產 其實這個顛倒的字 真的是這個梗也蠻特別的 因為畢竟林靜怡也幫中台灣的民眾 接生了將近有七千多個小朋友 不過嚴寬恆就講 他說大家都很清楚 府院黨你們現在媒體 網路都在攻擊我 我想請問 對國民黨很瞭解的趙行雄 你覺得寬恆 嚴寬恆現在這一次 應該他會不會 他真的覺得他自己選得很辛苦嗎 還是他覺得反正我們嚴寬恆在地方勢力 那麼的綿密 他應該沒問題 我想這一次不只是這個寬恆 候選人本身 包括整個這個他所屬的政黨 國民黨還有地方都可以感覺到說 這場選戰呢 我們的對手的陣營是動用了全國的資源 所以當然是戒慎恐懼如履博冰的在面對這場選戰 其實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沒有那麼容易最重要就是說 在很多資訊上面來講的話呢 鋪天蓋地的指控 我不要說是真的或假的 這種指控光是這樣子回應 可能就會佔去非常大的團隊的一個經歷 那萬一裡面有一些資訊不是那麼的精確 那我們回應出來就算是這個 這個這個澄清了之後 可是大家的印象也已經形成了 但問題是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澄清不是嗎 比如說 比如說我就講說這個煤炭倉儲這件事 比如說像像冠廷以前 我們在國會 我們就知道台電有自己的倉儲 輪不到民間去用 所以這個煤炭倉儲 他一定是幫民間的業者在做 只有一段時間 因為台電的煤倉失火 他的運送帶失火之後連累到煤倉 所以那段時間拜託民間業者幫忙輸送 就這段時間而已 所以這個指控 內行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是插邊球 可是一般人不知道就會說 你這個包的地方的這個煤炭跟中火又有關係 一方面這個反空屋 一方面又燒煤炭 這樣敢不敢 這個我可以很快的把它講出來 但是一般在地的幕僚 或者是在地的朋友 他不知道我們的立法院跟台電 長期監督看預算書的運作的時候 他就會被誤導 我不要說這個指控的人有虛意欺騙 可能指控的人也不懂這件事情 我們是長期在問政 所以才瞭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那剛剛提到這個行程 我會認同主席講的就是說不會只有兩個月跑比誰跑的勤 寬衡他之所以是這樣是說他其實在他落選之後他沒有一天就是改變自己的使命 他每天就是跟在座立委一樣 他落選之後都會跑行程 他就在跑 就已經這樣跑兩三年了 就是照跑 照跑不誤 所以他跑的這些行程裡面 本來就會有一些大家的支持者會互相看到 那其實對於他們的陣營來看 反而會覺得奇怪 我前一天這個都是公開行程 怎麼我原來要到的地方 我的對手都比我早一點到 他是不是知道什麼事情 反過來想 你說那些行程 嚴寬衡本來就要跑 並不是嚴寬衡跟著林敬營跑 都是公開發給地方 因為都是宮廟嘛 如果說真的是跟著他 那比如說這個靜宜委員 這個他如果自己站在這個街口的肥皂箱去講 結果寬衡偏偏 如果假設在對面要跟你對講 這個就有可能是故意 還是說在中臺灣這幾個選區 只要是有一個來 另外一個他就讓他來 這個大家會遇到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海線一天公廟會有哪幾個 大家會去這種不同檔的居在一起 你走我也要走就對了 大家都會走啦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倒是說我是建議說這個靜宜委員 確實還是要對疫苗的事情 多少要做一下回應 因為在那個時候 他確實在高端 在有一些爭議 尤其是在二期三期之間的時候 他是一個辯護的先鋒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那時候對於BNT疫苗的指控也很多 包括說這個分裝 在香港分裝 後來會發現不是其實是原廠 或者是說有中國製的疑慮 或者是說這個我們剛剛講的疫苗 其實什麼世界國際的疫苗 做完二期之後就可以直接受EUA 不用等到三期中期 後來都發現說這個資訊是有落差的 這件事情我認為靜宜委員 既然是醫生 當然有專業跟選民說清楚 所以您公開希望林靜宜醫師 能夠針對高端疫苗 多做說明 因為我相信他的專業 否則言寬恆會持續打這個議題 我認為這是大家整個選民都關心的 但不是只針對靜宜委員 還有所有過去曾經講出來的 包括曾經人前副總統 他也可以用他的專業 來解釋這件事情 如果他們可以把這事解釋 就可以減輕靜宜委員 必須要解釋這件事的負擔 我相信兄這幾天喔 包括嚴寬恆的房產 說怎麼這麼年輕 有那麼多棟豪宅 還有人不住在殺戮 氣息有很多房子 這個部分他要怎麼說明 比較好 其實很簡單 這個東西在過去其實都是公開資料 就是監察院的資料 所以他既然能夠去公開給大家 就表示說他並不怕大家的監督 好 那個可能是年輕的時候 或者是過去的時候 那個地價還沒有起來的時候 大家在這邊就是有一些房產 那後來起來之後 人家說是豪宅是豪宅是豪宅 等等之類的 但是無論如何 他沒有隱匿 隱匿就會怕人家知道 隱匿就被罵出來喔 對對對 所以重點還是說 他的親和力並不是來自於 他是產房或者是房產 而是他平常勤走基層之後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選民服務 大家人民有感受到 他作為一個立法員 有在服務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們各陣營 都要去注意到的一點 否則如果忽略掉的話 會不知道自己的這個 這個支持度丟在哪裡 或者是得到在哪裡 我想聽聽看冠廷的意見 因為冠廷當過台中市政府的新聞局局長 新聞局代表你對於每一區 我們台中的不管是算是屯區 或者是市區 每一區都很瞭解 其實我覺得回來先講一下 行程這一題 靖怡委員跟寬恆委員 他們在這個行程上面 我歸納大概有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針對公開行程 公開行程 其實這幾天 真的我們大家有接到一個消息 就是以前台中有很多媒體朋友 雖然我現在在新北選議員 可是台中的媒體朋友還是有反映說 顏寬恆他並沒有把他所有的行程 把他標上公開行程 所以他們常常到了現場 某一場 林靖怡發公開行程給大家說 我明天九點會到什麼公廟 下午兩點會到什麼活動 大家本來是要去採訪靖怡委員的 結果到現場之後發現 怎麼顏寬恆也去 所以後來才發現 他們時間好像有錯開 這是第一個狀況 地方是一樣的行程時間錯開 可能隔個半個小時左右 那一開始是有 第一天他們有發現兩個是強碰 可是林靖怡有告訴媒體說 我幾點幾分在哪裡 顏寬恆沒有 所以去採訪林靖怡的時候 捕獲了顏寬恆 那後來過了幾天之後 大家看到顏寬恆跟林靖怡 有同時出席同一場行程 但是他們時間有錯開 所以才會有人 大家有討論說 是不是行程他們有掌握 可是有故意錯開這個情形 那我從比較文宣的角度講 我覺得這個確實是 有可能是戰略需求 因為顏寬恆從他公布 兩個發言人開始 其實戰略上很清楚 就是想要避開媒體 當他自己對他的批評 當大家對他的質疑 他交由發言人來回應 就算回應不清楚 但是至少有給回應 那他自己對於公開行程 他也是大幅的就是 不讓媒體知道說 他今天跑了什麼行程 這個我覺得是他們的戰略 就是顏寬恆不想要跟媒體多接近 對很明顯這個現在狀況是這樣 就是不得已他才錄一段回應啊 或者是說被捕或在公開行程 他才出來講話 那就不要跟林靖怡跑 同個地方不就得了 可是因為我這裡必須幫他們講一句話 因為確實很多活動 可能同時間就是那個行程 大家會認為說人最多 需要跟民眾接觸 這個我覺得不要去過分揣測 但是我覺得在組織上面 確實會有一種效應就是 林靖怡他可能已經去拜訪了一些行程 那後續延寬恆跟進 這個我其實是要敬佩延寬恆 他們其實能夠做到這樣 跟我們在地方選議員或選立委都一樣 就是你要能夠掌握誰 他去拜訪過誰 這代表你組織夠紮實 剛剛主席有說啊 很厲害的呢 延家 對啊這確實 所以林靖怡現在一定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但是也是靖怡要繼續加強的 雖然只有兩個月啦 但是你努力的向鄉親表達你的訴求 這個地方你選上之後會什麼改變 我覺得還是有效 那你要想喔 換個角度想 延寬恆你不得不回房這些 你認為你本來已經很穩的 因為林靖怡委員去拜訪 你必須跟著他的屁股後面去拜訪 敵人來了我一定要回房一下 這代表林靖怡拜訪有用啊 所以如果今天是這些延寬恆都這麼穩 林靖怡你去了 大家覺得無所謂 那延寬恆根本不需要後面才跟著再去拜訪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戰略上 在組織的行程上 也會有起到牽制的效果 這個我必須講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講疫苗這一題喔 我回應一下趙欣修 其實靖怡委員有對外很完整的說明 就是靖怡委員的講法是 疫苗是這個國家對於人民跟在社區罹患疾病 希望能夠免於社區擴散 疫苗的主要功能就不是打來要讓大家出國用的 所以我必須替他講一句話就是說 今天無論是高端或任何一個未來的國產疫苗 其實你要想一件事是5月台灣疫情爆發的時候 當時全國面臨的是我們國外的疫苗來不及來台灣 那你能夠多有一個疫苗讓台灣的人民 能夠有自己的抵抗力我認為這是個好事 目前台灣有80萬的人打過這一個高端疫苗 那這些80萬的人確實以目前醫學的後續的檢測 跟他們罹患疾病的狀況 確實是有起到抵抗COVID-19的一個效果 那我覺得是這樣喔 目前我們整體而言台灣的疫苗政策 從國外跟國內的 是不是真的做到全世界模範生 我們已經連續兩週以上的日子 我們的都是歸零 然後我們整個做到全世界 5月那一波大家認為說台灣是不是 我們的疫苗我們的防護 我們的整個的疫情的狀況 是不是受到了不可逆的狀態 我們回到以前跟其他國家一樣 可是其實沒有 你看短短的時間 我們是不是又回到了 非常太平盛世 大家就好像沒有疫情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不要去科著單一的疫苗 而是要看是不是對我們國家 整體的防疫有效果 明年第二選區的補選 是不是包括說財產 房產 為什麼跟太太三結婚 兩離婚 是不是包括疫苗 似乎都不是達到 這一次補選的真正核心 而是要把綿密的地方派系挖出來呢 稍後回來